大家好 真实在对不起 刚才相机我没有电了 所以我现在就有 所以我刚才去换了身衣服 然后打算晚上待会儿就出去跟人吃饭 因为约了一个朋友 然后现在就是 我刚才那个 我刚才就淘汰了一下 我自己刚才那一大箱的那个腮红和高光 还有什么面部powder的产品 然后淘汰了就是 就是淘汰了两个膏状产品 NAS的腮红棒 然后还有淘汰一个 这个Bica的高光膏 这个高光膏 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这个颜色 而且我已经有这个盘子的粉状的了 所以这个膏状的我也用了蛮久的 我就不想再要它了 然后还有就是 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基本没有什么扔的 然后 然后有两个我打算去 这两个腮红膏打算用作收藏 虽然说现在他们应该都过了保质期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的外形都很美 一个是这个Charlotte Tilbury 和那个Norman Parkinson的一个限量 然后还有一个是Tom Ford的这个白盘 我觉得他们都很漂亮 所以我就留着什么 然后剩下的就是 我终于把我的这个SUPER 这些见面腮红都收在一起了 所以我发现我居然买了6盘 就可以看出来 我对这个系列是真爱 所以如果你想收一盘比较好的腮红 我也很推荐这一盘 然后还有就是剩下我之前说过的 什么这个KA的小盘子啊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 CAP光D的这个B粉啊 这个都好像我打算留着的 就粉状的 然后我基本都不会扔掉 就会留下的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都还蛮 就是比如说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碎啊 可能是太久了 这个Buy Terry的这个三色的 这个腮红膏膏盘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盘子 那个粉红色膏膏做得特别好看 然后腮红色也很好 夏天的时候又特别合适 所以我就 就这种所以这种盘子呢 我就会一直都留着的 就是感觉是自说的 就是喜欢上美妆以来 是很好的那种回忆 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很喜欢 这个Dior的高光啊 还有这个SUQQU的粉状 晒红啊 所以这个 然后唯一一个我自己觉得 就是比较 我自己犹豫不决的一个产品 就除了那个RCMA的那个 就除了这一款三分 我有一点犹豫不决 因为我觉得它 就没有任何功效 然后这个像这个 COSMETIC的这个 Buy Bye Pours 据说这个就是 他们都说这个感觉 毛孔膜皮效果特别好 但我用着 我觉得我自己 特别不适合这个蜜粉盘 我也不懂为什么 我发现还有几件东西 天哪 它这么多 然后稍等了 我又发现了几款 是在另外一个抽屉里面 然后首先是这个 CPD的这款高光 我觉得这款高光 就一代美妆爱好者的回忆吧 这是 就是这个 而且还是这个 就这个颜色 就 我用了好多了 我感觉这块铁皮 又挖下去一个大坑 最近就 可能是我把它放的 那个位置不好 所以我就老忘记用它 然后也是打算留着 就一直用下去 然后像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 我想想18个月 应该还没有过期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就是它也是 沙浩Tilbury和 Norman Parkinson的一个合作 就跟它那个腮红是一套的 然后它是 它是那个高光和 高光高和那个 高光高和古铜高 这个上夏天 你晒它的时候上脸 我觉得特别好看 所以那个也会留着 哪怕过期 我也应该会 因为这包装好看留着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历史很悠久的 至少有四年了的 这个NAS腮红 表面就很恶心 腮红的这个 就是NAS的这个包装呢 就是时间久了之后 就会变得比较粘人 粘人 也不是粘人 粘毛 粘尘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 一个包装之地 我觉得 它是有什么 我特别想让它改善 我就想说 你不用出什么新配方 就把它改善一下 这个包装就行了 然后打开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这个色号是Deep Throat 所以这个我也打算留着 感觉应该是到 去世应该刷不完 然后这个是一个 KA的一个Candle Light的 一个高光的 mini size 这真的好迷你哦 而且我也没有怎么用过 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扔掉了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新买的 这个是The Balm的一个 广为打算把它收进去抽屉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就江源道的 Face Powder的一个旅行装 这个是我以前 特意买的一个小旅行装 我在淘宝上 应该是小样 反正这个出门的时候 带我觉得比较好 然后应该还有一个 The Balm的一个Bronzer 这个Bronzer也平衡 这个抽屉呢 基本就收纳结束了 然后这抽屉太重了 我不会把它放回去了 待会晚上吃完放回家 等它放进去 因为它实际是太沉了 刚才我都不小心 把手弄破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个 我的 我一共有两个眼影的这个抽屉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 我先来收拾这一个 然后其实从我 入美妆坑到现在 我好像也只扔过一两块 我好像只淘汰过一两块眼影 这样子 那个就是我最早最早 大概至少得五六年前买的那种 Dial 5色吧 应该是 去年是扔掉了 因为它那已经编制了 就算是我的一个回忆吧 就自己的第一个大牌眼影 不过就去年已经伤感过了 我今年就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还要再伤感一下 就这另外一个抽屉 我基本都是放了苏库的每个眼影 就看我功课就应该知道 我特别喜欢苏库眼影 像这个 这些就都是 这个抽屉 就基本都是什么牌子都有了 所以就是 就首先就是有一些大牌子 然后一个我很想跑菜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ABH的当年的一个 福袋里面带的一个牌子 就在它还不像现在 出那么多非常crazy的那个配色 当然这个其实也很厉害了 这一盘很当时应该是很火吧 但是也不太好买 我那个时候对ABH这个牌子 还没什么感觉 然后福袋里面收到 觉得还蛮高兴的 然后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只有六个月的保质期 我就在想 你都是powder的产品 怎么可以只有六个月的保质期呢 这也太坑了 而且现在摸起来 感觉这个盘子也没有编织怎么样的 就只是说有的那个颜色 它这个颜色本来这一盘就质量 我觉得稍稍有点参差不起哦 就有的压得比较松 有压得比较淺 然后我也很久没有用过这个牌子了 我也以后不打算再买这个牌子的东西了 确切的说这东西是跟着福袋来的 也不是我能选的 所以我觉得我就说不上来吧 可能就是还是把它留一段时间这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要吐槽 你这个包装 这保质期也太短了 你看这个Shallow Tilbury的这种盘子哦 都是这种盘子 人家保质期是36个月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写这么短哦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Patt McGrath 也是18个月 像这个都是比较新的 然后之前我也有给大家看过 我的first impression的那个视频 就是很喜欢 然后会留下 然后还有这个Natasha Danona的一个蓝绿 就是Green and Brown的一个28色盘子 这个盘子我很喜欢 然后也用了比较多了 然后这种我都会留下 然后感觉就是一个回溯 自己当时花了多少钱的过程 然后有两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产品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呦我的西装巾 就是 让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哦 就是这个CPB的这个四色眼影 我不知道这两年 它这个四色有没有更新配方 但我当时买的是那一个 Amanda做代言人的时候的一个颜色 因为超级美它涂上 然后但是我涂上就 跟它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 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 首先 如果你能 我不知道我这相机能不能录得很清楚 我的小屏幕上也看不太好 就是它是 这个四色系列呢 超级飞粉 我买了两个色 一个壳 然后有这两个颜色 就每次我涂它的时候 它都会飞进我的眼睛里面 因为我自己眼睛非常敏感的 所以每次我都会被弄的 就眼泪流的很多 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可能如果眼睛不敏感的话 就完全感受不到这个问题 然后而且这个眼影质量 我觉得对不起它的价格 就它实在是很容易 就跟那些重整价位的比 它算是持妆度也很差 显色度我觉得也一般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过人之处吧 看起来配色也很好看 但是其实它那个显色表现不是很好 所以我自己就 对这个系列买了之后 还蛮失望的 就一直都闲置着 也有努力用过 但是我就一直都闲置着 然后这是去年写过试色 那个Tom Ford的一个12号吧 应该是 对啊12号 Cidactyl Rose 这是蛮好用 然后这里居然还有全新的 就全新的 真是全新的 连包装都还在 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了 也没有写保质器 打开看看显然写 打开也没有写 但是好像打开上这样 美不美 我当时觉得就超级好看 我当时觉得哇 就像星空一样的那种 很baking的那种 当时有没有手臂试色过 我也不记得了 然后让我来看一下 不过这种baking的就是 它的保质器会超级长 看一下 感觉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看 也不蓝了 然后再试一下 因为我感觉刚才那颜色 自己上了手之后 默默的变身了 所以它也有可能也是 也是在变质的 只是看不出来 那我来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有那种蓝色的闪 真的很好看 但是其实上了手之后 就没有它的盘子里面漂亮的 所以就让它先在我的手上 这样待一会儿 然后看看它会不会变色 然后这个色号应该是叫blue flame 我不知道现在卖 可还卖不卖哦 但是如果它还卖的话 就good for them 这是一个就还挺不错的一个配色 就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的这些 已经变色了这样 就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觉得就很失望吧 然后这里还有一款 它都是当年老子比较抽的时候 就是 这哪怕我是一个有了很多眼影的人 我还是想吐槽 就是这颜色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就平时都根本用不到的那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卖 就 应该是它老板的07 这个我也都会留着 然后就还有 哦好好 这个这个是用过的 只是因为它剪装了 所以把它留着 就是亚顿的那一款 亚顿这还蛮好用的 所以也会留着啦 然后这还有一个 也是非常老 30多少个月 30 利保质期36个月的一个眼影 是这个DG的 然后配色很可爱啊 配色就是这种粉红和橘 然后这个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 它这个质量也还挺好的 我怎么忘了掉东西啊 然后这个 我觉得就是 我还是会把它留着啊 因为包装也挺可爱的 就是好久都没有用过了 就看到它 我才想起来 我还有这么问它 天呐 这里还有两盘索库 然后这是这个盒 然后把它装起来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Tom Ford的双色眼影 是那个 是它的Ripe Plum 叫什么 手美姿 这颜色还挺好 这个就是它那两年 刚刚开始流行 偏光眼影 这个就是做的 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一块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 那个Shout Tilbury的四色盘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颜色 这个应该是一个限量 限量的小星星色 这个就比较 就是摇滚风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很温柔的 带紫色的一个四色 就其实我自己用的时候 我觉得把那个紫色拿掉 这三个颜色用起来也很好看 就反正它这个 Shout Tilbury的颜色 它标的这个值 好奇怪啊 这个很奇怪啊 就它明明都是 然后我发现一件问题 就是它这个正常的 常态的四色是5.2颗 然后它这个 就Fallin Angel这个 就Fallin Angel这一盘 这盘摇滚盘 它是2.8颗 然后保质器也没有这个长 不过这种粉状 都会留很久 所以我觉得会留着 然后还有就是这么多 渣渣 然后还有就是开光地的 有一个小棺材的 这个四色 这也特别的好 我觉得它是全雅光 像我基本都没有 什么全雅光的盘族 所以我自己就是 就很喜欢那一盘 也会一直留着 而且我最近在 一直在寻找一个 就是怎么说 就是寻找一个全雅光的 比较好用的盘子 就是我还在寻找中吧 我在斯伯兰试了一些 但是没觉得有特别喜欢的 如果我有特别 遇到特别喜欢 那也合适的 我也会来跟大家来更新 然后这就是一个 那它就是浪漫的物色 那也是我超喜欢的一盘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 Shields Hilbert的大盘 这我就不再说了 我现在说吐了 但是就掉下了 然后把它装回去 就然后突然乱入了两盘 苏库 苏库待会再说 然后让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我当年的就是 一些当年的 Rucroon的一些喜欢的东西 就是这个YSL的 基盘五色阴影 当时我当时很喜欢 这个系列是为什么 当时好像是这个系列 刚刚出新 就是它当时算 最新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它这些配色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蓝色的这个夏季的限量 它这个橙色 搭配这个蓝色 真的特别的好看 而且它的这个画刻 就很有一种蒙德里安的感觉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 当时的一个常态色 这个应该是 11号 这个就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颜色 然后上眼我大概就画过一两次 因为我画上其实不太好看 但我还是就是很固执 把它留下来了 我觉得 就怎么说 我觉得我不能没有那个配色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傻傻的 买了一些这种 带水晶的限量 结果拿到时候发现 跟它常态色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以后就是长了一个教训 就是遇到这种 就是贴水晶的 我再也不买了 因为肯定跟常态色是一样的 这就是它当时很出名的 那个展蓝色9号 这个我自己一直也蛮喜欢 没有用的比较多 就这一盘就是 我也会一直留着 然后还有一个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 就裸色配色盘 就比较有点发挥的那种 脸色4号 就如果你的皮肤就是 比较中性吧 然后略有冷掉的话 我自己就很推荐这个4号盘 我觉得上演特别的好看 就是比那种 就是比较日系的那种 就是比较偏土色的那种 对这种日常的自然色系 也已经上演要好看很多 但是这种颜色 我觉得就是各种品牌出的 都比较少吧 然后这个就是也是 那两年的一个限量 它这个表面就是皮革的 然后现在这个颜色 也是一个蓝色 只不过是这种 比较烟熏妆感 然后比较深的这种 深棕色和蓝色 这个上演我觉得就非常好看 特别适合晚上出去玩的时候 涂 然后然后日常用的话 我自己啊 记忆不经 我觉得我画的就一般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 是给姐给我画的 我觉得它画的超级好 但是 但是因为就是 它没有给我 就是完全的演示每个步骤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画的 就我可能现在能画出来的感觉了 但是我很久没有试过了 所以这个抽屉就是这样子 然后刀到了一顿 然后还有这个 TOM4的这个GOLDEN PEAK 刀到了一顿 发现自己没有一件要扔的 很好 然后 哦好重 然后再给大家 一个塑固抽屉 然后其实抽屉外面 还有好多塑固 就还有什么 塑固的责片啊 我感觉我家里面到处都是塑固的责片 然后就强一式塑固 就还有这么多 然后 然后还有 就刚才从别的地方烂入了两盘 我觉得可能 家里面别的地方也许还有 但是我现在不想再去找了 我就想先瘦一下 那好 就塑固所有的影影 我连盒子还有红布套都好好的留着 我也说不上来 为什么吧 打从当年买了 第一次尝试 已经买了两盘 塑固影影之后 就觉得跟这本牌似 就离不开的那种 也买了很多 不过 我觉得我最近应该是出坑了 所以我就 我想想 我最近就 最新的这一季 就18年的这些最新的 我都没有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我觉得它那些样 我觉得它那些款式 就是 清楚那些配色 我觉得都没有以前的好看 配方感觉 也就是没有好到 让我觉得这些配色 我可以接受的程度 因为我已经有那么多了 然后我就不打算再买了 所以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盒子 我把盒子拿出来 因为以前它没有装满整个抽屉 我就会拿盒子来给它垫一下 然后首先就是 这些都是旧包装的 这是多少盘 旧包装的 这是七盘 然后 七盘 然后这也是七盘 十四盘 这么多 是五盘 然后就是 这里面还有一些 这个银葡萄 就这些 这些是我回国之后 在淘宝上买的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去柜台 或者是就是 你去柜台是买不到它以前的旧四色的了 然后我又挺想要以前的那些 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没有买太多 所以我最近回国的时候 也在网上找代购 去买了一些 这个已经平产的盘 有这么多 这些大概就是 十八盘 八盘 十盘 这些是十五盘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这三盘 也都是以前的旧包装的 就全是黑色包装了 黑色包装的旧款 我就有十八盘 可能还有更多 因为我还有一部分 就是没有开封过的宿库 在另外一个抽屉里面 我打算就是没有开封的 我一般都会放在另外一边 这样子能区分 像这些我就全部都开过了 然后还有一些 很小的 三色的宿库 有限量的 也有普通的 然后这些就在这 然后还有一些 这个旧版包装的 白色包装的 应该是有两三盘 对 应该是有三盘 然后这里还有五个 当时宿库第一次出演影告的时候 我买了整个系列 我觉得这个 第一次出的这些 我觉得都还可以 我看上新出的配色 我就不太喜欢 所以我就希望宿库 多出一点好的配色 感觉现在它的配色 不如以前那么美了 然后这个新版的 我也买了几盘 新版的 就是第一次出的 全系列 我应该是都买的了 然后我也写过 很详细的测评 我觉得这个新版的 我觉得总体的可买性 没有旧版的高 不过新版的也有一些 就是新版的也有一些 我觉得就比较让人 开心的一些配色 所以如果你喜欢 就是如果你新版的 又喜欢的配色的话 也不错 然后新版的 白色包装特别好看 就是它是这种 白色配这种浅金色 我觉得就很精致 希望它以后 能多出点这种包装 然后这是一个 去你夏天的限量 然后它这个最近出的 这些限量 我觉得就尽量买 日本柜台的限量 我觉得英国柜台的限量 没有日本柜台的限量 就是质量那么的稳定 我觉得买了两次 就是觉得 还是日本限定的 那个比较好 所以我刚才把我的这个柜子擦了一下 现在应该它就已经 就是现在应该干净多了 我现在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擦完它没有干了 这个木头就是 它买的时候 就是有点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 就是我就不太在意 它怎么样了 然后这是我的镜子 然后就是我现在台面上 就只有这样一点东西了 跟刚才我觉得 对比还蛮强烈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放这些 就是眼线笔眉毛啊 还有海绵啊 还有这个门签的一个柜子 然后这些是我 这个是我的底妆柜子 上面的那一个 都是我的隔离和遮瑕 下面的都是我的粉底产品 然后这个柜子 是我所有的苏库眼影 所有的开封的苏库眼影 然后这个柜子 是我的唇部的产品 然后这个就比较乱了 我打算再买一些新的收纳 来装一装它 然后 这一个就是我的 其他品牌的眼影 都在这里了 然后这个是我所有的 面部的powder cream等等的 类型的产品 然后也都在这里了 因为形状不太一样 所以就不太好收纳 然后这个是我 就是面膜和开封的 护肤品的柜子 然后这个也比较干净啦 然后这个是一个空的 就我想把它放指甲油 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些 耶稣库的盒子 还有一些新产品 还有一些 我 还有一些 我自己就是 然后这个柜子 是一个小样的柜子 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的囤货柜子 也被我清理好了 然后 这个就是我的香风柜 也蛮好的啦 然后现在呢 就是 我清理出来了 这个盒子 我打算把它清理一下 看一看 把它用作什么别的用途 我不想把它放在 我这个台面上了 因为我的这个台面有点太窄了 所以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 基本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美妆这一次的 declutter就结束了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果 就是最后就是 真的是清理出来 满满这样一袋东西 我感觉得有好几斤重了 就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在这里面 就是非常的emotional 我觉得自己就是 心中还挺难过的 然后 就觉得自己 好像是 把这些东西 待会扔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就可能是 跟自己过去的很多日子 就彻底再见的感觉了 就是 因为我还是 在收拾的过程中 一遍一遍的去回忆 跟他们 就跟这些东西 在 就是用这些东西 过的那些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买他们的心情 是怎么样的 当时用他们的心情 是怎么样的 当时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在收拾 感觉在清理的 这个过程中 自己在 一遍一遍的解释 曾经的生活 就觉得自己 可能是我自己 就是一个 可能我自己 就是一个 特别感性的人吧 我觉得有点 说不上来 那种感觉 就是 就是感觉 就是那种 现在就是有一个 很强烈的那种 我现在就是有一种 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 我要跟这些东西 分开了 就我要跟我自己 曾经的自己 我要跟我曾经 我要跟曾经的自己 分开了 就是这种心情吧 我 我不知道别人 会不会有这种心情 但是那个 《破人心动的整理魔法》 这本书 其实有提到过这一点 就是说你 你想 就是说你在 清理东西的时候 你对他 就是你对他道谢 你对他道别 就是 就是我现在 真的就是不知道 该说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 就是很悲伤吧 但是 我又觉得自己 有一种轻松感 就是 我要跟这些东西告别了 是的 很难告别 但是 就是像刚才给大家展示 我刚刚收拾好的 那些东西一样 就因为我之后 还会再收拾一遍嘛 因为有些很细致的 像 像那个 就吸尘啊 就是擦一下表面啊 就还有很多种活要做 然后像我就觉得 哦 就是 我已经把它整理得这么好了 我要 我要去过 跟这些 新整理好的这个东西 这个这么好的样子 我要跟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我要跟这种新的一个 我要跟 我要在这种新的这个情境下 开始生活了 就是这种感觉吧 但是其实这只是美妆收纳而已啊 就 我不敢想象 我自己之后再收纳我的 我觉得这只是我的 美妆declutter而已 我不知道之后 我在清理移除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当场 就是暴风大哭的那种 我也说不上来 不过这一次 这一次 vlog本来就是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尝试吧 因为我很少录vlog 然后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一次的 清理 有没有就是 满足大家 就是我也不知道 大家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可能就是我讲话也很细碎 然后收拾也 就手脚也比较笨 然后整个人就比较 就整个人就不是一个那种 很擅长家务的人吧 所以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也 就是我在这边就是要 就是我在这边就是要 真的要感谢大家 就从一开始 我想录这个视频 想录这个declutter的这种视频 也只是说在网上看到别的博主录 我觉得很爽 看起来很好 我想录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自己录了之后 心里面会有这么多的感慨 就我觉得可能 自己在 就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在家里面收拾 可能就还好 甚至我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有很多情绪在里面的那种 我只是会觉得自己有哪里不对了 但是我也说不出问题出在哪 但是我通过这样一直不停的对镜头对大家 就是通过镜头来对大家交谈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能意识到自己内心的一些变化 然后能意识到自己情绪的很细微的那种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那种感觉 然后觉得自己 就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总之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旅程 就是我也希望大家看这个视频不要嫌弃我 因为 因为其实 因为我 因为我自己就还蛮 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之前录视频还蛮严肃的嘛 就总是觉得 自己可能怕自己就哪里表现的不好或者是怎样的 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放松很多了 就我觉得我废话说的太多了 然后我现在也必须得赶紧再去准备一下 就是我身上有好多灰我要弄一下自己 然后我就得赶紧出去吃饭了 因为还约了人 所以 所以就 就是 所以 所以我就要去 所以 所以我真的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次视频应该会很长 我真的就提前在这里面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啦 所以就让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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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